大坎国小临近挖子委生态保留区 学校在一二年级就安排认识挖子委的课程 到了三四年级更进一步的训练小朋友 将学到的知识活用 成为小小解说员 向到访的来宾介绍家乡之美 那首先我要问雨柔一个小小的问题 请问你为什么水鼻仔要长得像 尖尖的像一只笔而不像球呢 因为水鼻仔如果长得像球的话 它就会没办法插到泥土里面 如果长得像尖尖的 它就可以顺利插到泥土里面 继续繁衍后代 口齿清晰表现落落大方 大坎国小的小小解说员 每个人对挖子委生态都十分了解 也乐于把自己家乡的美和更多人分享 因为我想要了解我们故乡是长什么样子 来介绍来这边旅游的游客们 然后让他们更懂得保护我们这片大自然 大坎国小临近挖子委生态区 学校从一年级开始便安排了来去挖子委的课程 到了中年级还训练小朋友担任小小解说员 一年级就有上介绍水鼻仔 红树林 然后二年级的时候就开始介绍里面的招巢蟹啊 或者是弹土鱼啊 里面的动物生物的部分 然后我们到了三四年级的时候啊 就会把这样子的课程一二年级上的知识呢 把它变成立体的 就是希望小朋友可以呢 来解说 然后进一步对自己这一块土地呢 能够有感动 然后能够为自己的家乡啊 做一个小小的解说员 然后希望呢 来到巴黎主岸的人呢 对这个生态跟自然环境呢 都可以多一份的爱护 小小解说员各个训练有数 不管是教育局长官还是其他学校团体来访 小朋友都可以轻松上场 最近啊 有帮就是一群大四的大哥哥大姐姐们解说 然后他们的反应也非常热烈 然后就是整个 就是整个节目的排序就很热络 然后就很开心 除了接受学校的训练 小朋友还主动上网搜寻资料 希望发掘更多家乡巴黎的美丽 远连新闻方见海里美会 巴黎采访报道